新一集的 本地球又跟大家見面 這一集很開心 我們四個主持終於齊人 Wingo和Billy歸隊 上個星期有些球迷問 為什麼只有我和阿芳兩個 你們兩個去了哪裡 不和 上個星期放假 假期 但我們這些不和真的太弱 一集就沒事了 大哥我看完那場 炳祖星班附加賽之後 三隻腳都沒有力 頂了幾個星期 今個星期不同 今個星期大家都知道五場球 十對球出齊 當然要回來 沒錯 我們不愧是神經病 除了港超聯比賽看完之外 連三星你也看完 Wingo 三星對國時寶 大戰真的見證著三星星班 這個重要 我其實很想看女子足球 是 我真的很想看女子足球 是 因為是另一番的風味 是 還有是 先不要說技術含量 而是你看到其實女子足球員的鬥志 或者是決心 是 那些神采 有時候更好看 不是 不是 我也很期待 因為現在甲月早就有賽程開了 即是甲月丙早 Sorry 但是女子足球 還有五人足球 暫時都沒有規定 就是女子足球 大家都 女子足球好像 好像都有 但未有公布賽程是怎樣擺 是啊 但是五人足球很期待 因為今年五人足球 聽說有60對球 很厲害 五人足球 加上18對區隊 好像20年前搞11人區隊 希望煲起五人足球 不過六十對球 不知道他怎樣分配 有沒有那麼多的場 又是半夜到最後的場 9點才開球 他有場地 常用石劫尾、彭福公園 那幾個 馬匯 對 去到沙田 彭福公園 其實我最近試過 最晚一節 試過晚上9點去採訪某隊 那位教練就跟我說 喂 輝輝 如果你要採訪 你很快 最好在開球前做了訪問 因為會關燈 因為他踢完那場球 球員就立即要換衣服 燈就立即關燈 你想做訪問 你就要摸黑 即是暗黑做訪問 所以很多時候原來是這樣 球員可能連洗澡換衣服的機會 都是沒有的 被食魂阿姐 衝進去廁所 最糟糕的是 將軍的足球訓練中心 不是那些康民署的場合 都是這樣 所以沒辦法 花花那單 叫做之前在會籍爭拗的風波 好像最近有些微目 終於看到 他們突然有一個叫什麼 花花再開花 即是開了一個新的專頁 就是新的花花足球會 之前的風波就結束了 找了我們這個薯片撈飯 薯片撈飯 的教練 趙俊傑先生 作為主教練 聽說很厲害 Billy 又是公民民宿 又踢 又搞 又教 一個人身兼三飯 我想看趙俊傑踢球 他有份踢 而且你說要開新的社交平台的帳戶 好像宇院一樣 沒錯 即是說 原來歷史是這樣去遮蓋 通常不知道為什麼 尤其是這些球會 反而就是他有歷史 他就特意做一個新的 一個就蓋一個 即是之前的藍畫 然後魚丸也試過 現在花花也是這樣 即是會不會之後有幾朵花 這朵花那朵花那朵花花 這樣下去 看來遲些東方 也會有一個東南方 東北方 咦 那遲些如果傅力 即是回生的話 會不會遮蓋傅力的Facebook 不知道 他之前傅力也改名 因為有時候是傅力R&F 然後有時候是R&F傅力 改一個RIP傅力 看過香港幫 都知道大家這些 名字不變而已 餡料就完全變了 大家不要期待 像以前那些球 你當是一對全新的球 沒錯 最搞笑的是我最近 有些空閒時間 看以前消失的球會 那些社交平台 或者是奧迪 或者是有哪些 就是之前 那些什麼 晉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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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懷緬過去 那些球員 新加盟 很好笑 大家有讚好那些 那些 打開就一百年的 第一個帖子 你跟奸屍有什麼分別 我想問 一個就是去看三星 一個就是去看以前的 停了的項目 就是瘋子 就是瘋子 走一堆 去死欣廷打J 我早兩天才看 10年前的深水會比賽 又彈出來給我看 演算法 真是演算法 厲害 彈出來的 除了 我們說了這麼多舊 說一些新的東西 其實除了本地賽事之外 其實我們的U17 他們叫做什麼 雅兆杯 雅兆杯 雅兆即是U17 都踢了三場球 在吉爾吉斯 踢了三場作下比賽 跟大家報一報賽果 香港隊第一場 三場都做下 第一場就輸了給主隊吉爾吉斯 1比2 即2比輸球 第二場就輸給老窩 0比5 第三場就1比11 大敗給伊朗 三場球 入了兩球 失了18球 即是 又受到很多網民狠批 即是說這群U仔搞什麼 其實我覺得 大家去罵那件事 主要是輸給伊朗 輸給多也不是很意外 但是大家就老窩 輸0比5 我們知道這兩年 這群子 基本上坐多個踢 在家裡 唐又上不了 波又唸不了 又不能上學 你可以期待他們 有什麼進步 即是沒有什麼可能的事 只可以期待 即是大家當這兩年其實是空白的過 是 你再多兩年 只不過這個是問題的開始 這群子再升上去U19 U23 都是靠這群人的時候 大家做的問題 再極嚴重一點 沒錯 這個就是我記得 我們大概兩三個月前 節目都有說過 就是 這個都是看回香港當年的出生率 因為出生率太低 足球人口問題 足球人口本身也不夠 你想想再加上這幾年疫情 是更加一個重大的打擊 我也有跟中學的老師聊過 他們都說這幾年其實最大的問題 就是這些子年落場踢球 就是我母校已經是足球文化非常濃厚的地方 他說 你過去兩年其實P.E.堂是極少時間在足球場上 我們以前是一個大草地放牧 整班有三十多個人 全班三十多人 有三十人來踢球 現在基本上你是 老實說 你再加上移民潮 我記得我的師兄說過 八幾年的移民潮 最嚴重的是排球隊都不夠人 排球隊只有五條 是的 那你可以預視著 未來幾年我們可以面對著類似的問題 出生率低 再加上移民 令到整體我們的人口不夠 即是過幾年我們香港對U17 只有五、六個人一隊 真的 我也不敢說 選不到吧 所以我們剛才說的 我們接下來會說的五人足球可能很重要 是 因為我們香港可能可以跳出去外面的 五人足球會比11人足球可靠 不過再說一個問題 就是我覺得你說輸給老窩 0比5 我覺得沒什麼意外不意外 因為大家不能夠把我們現在成人隊的成績 和氛圍投射在U隊上 就是一向都是兩回事 你看到我們現在在看大港腳 其實不是很多都會踢過U隊 所以是不是很悲觀 香港隊六年七年之後 成績都是這樣 我們也有補充人口 也會有其他 我們就靠這個 就是那些沒有在U隊裡走進來的那些 是吧 帶給香港那些 不過說一說 老窩真的要感謝他們 他們送了五個德塞球給他們 他們在最後一場 贏了東道主義吉爾吉斯 他們是拿了最佳次名出線 壓過另外一組的印尼U17 即是測數據 沒錯 我們至少沒有拯強 很大機會就是我們拿了五個德塞球 就這樣幫了他們出線 不過這群U隊的確是真的 老實說是很陌生的 因為為什麼呢 就是像Billy所說 基本上過去兩年空白了 不僅僅 其實這群球員 可能在別人的國家裏面 有某幾個球員 就在踢中 不要說是職業 至少是職業 但是我們是陌生的 就真的慘了 因為他連出場的機會都沒有 過去可能 如果你有早幾年 有機會流浪 都會有一兩個 差不多一年多 以前不是說 經常在追勞軍 25歲踢嗎 對 今時今日 還有沒有這些球員 就暫時欠奉了 還有另外一個難處 我想對張峰也要公道一點點 就是 其實過去兩年學界的比賽中斷了 你真的想選擇也沒有機會 因為你不是每個人 年輕人都有踢梯隊的 你不是每個人都有 某一間球會的青年軍 有些可能你就是 在學界裡選擇 但是你沒有的 見都沒有見過 見都沒有見過 天才波 對 就是每個人都天才波 那你變得 大家可能忍一忍後 對這群年輕人 老實說 你對著這群U17 現在是十五六歲的 他們有多少個會上去 二十一二歲還在踢球 讓你看到 你也看不到 你有什麼好罵就算了 對 罵了兩人就轉了行 還有 還沒有進行 還有 我們是熟悉自己香港足球的 青分的發展 但是我們不了解其他 魯窩 吉爾吉斯和伊朗 那些地區足球發展 所以很難在我們 了解其他對手的實力 的情況之下 只是評價 香港真的是 還有重要 剛才Biddy都說了 不要拿一隊現在的情況 套下去U隊比較 還有 因為 外國你見到很流行的 就是 一隊 即是國家隊的一隊 大國腳 應該說 大國腳 那套方法 或者教練的戰術理念 套下去U社會 是 但是現在有沒有套下去 當中之間 教練與教練的溝通是怎樣 我們也是國外人 我們也是不清楚 所以很難 一概而論 是 還有我想 例如老郭 現在CED 很多年輕人 即是十五六歲 十七歲 可能已經要開始 想養家的問題 他們可能足球 是靠他們逃出生天的 現在二十多歲 香港還是爸爸 是啊 我那天都看到 有些月秉組 也有一些家長來看 是 那些家長很支持 是 那你想想 你可能十五六歲 已經要靠踢球來養家 人家可能 即是對足球的態度 和香港對足球的態度 可能當作業餘興趣班 是 完全不同 即是我們當年見到 陳紹軍 就叫他少爺仔 基本上 你現在見到U隊 那些 U15以下 是整隊都是少爺仔 即是一趨亭教練 即是玩球 是一堆家長衝出來 拿著水給兒子喝 那天我們去 即是我去將軍澳訓練基地 那裡採訪 我同事對本地球接觸不多 他說 哇 你這個訓練基地來到這麼遠 我說 對呀 很多青年聯賽 或者低組別聯賽 有時都會在這裏 然後因為看到青年軍訓練 那些家長一車一車一車 那裡塞車 可以令到FTC 他說 哇 真是窮一點都不可以踢球 當然 踢球的人 每個人都要有錢才踢 現在 人家在巴西就由西貢走進去 是 即是我們就全部開車 即是 還要走爸爸 還要走六號牆最入 對呀 差一點那裡都想叫 golf car 那我又不是說 我們那群兒子每個人都金鯛肉砌 但是 有這樣的條件 你真的反過來 可能一個很平常家庭 即是不要說小公子家 真的平常家庭 你想想他要去FTC 踢球的代價是多大 奢侈 那個時間 你可能已經要做功課 你還要補習那些東西 你究竟有沒有辦法做到這件事 可能很多人在那裡已經放棄足球 所以大家對這群兒子 真的 批評可以 不過留一點點餘地 始終對於我們這麼熟香港球隊的人 對他們都這麼陌生的時間 其實教練也是 他自己練對方什麼 不要說別人自己拿著什麼 這個球員是怎樣的 都不太了解 我想老窩和伊朗都很害怕 因為完全沒見過 你根本做不到戰術部署 你猜這是什麼人 你猜 你猜 迷一半 即是上維基看 全部都沒有東西 一橫一橫 至於吉爾吉斯 因為上集我們有講 就是我和阿輝輝 有講關於中亞足球的 足球水平的發展 所以吉爾吉斯 或者其他鄰近的中亞國家 知道他們是沒有興建的 不過吉爾吉斯好像分組賽出了一局 沒錯 所以大家稍後再留意一下 我們再做一些資料 遲些可能很多吉爾吉斯 過腳來香港找食 沒錯 我們先講講香港本地的優良球 其實過去一個星期 就踢了五場比賽 先跟大家報一報賽果 10月8日就是青鷹杯分組賽A組 港會和深水埗在香港仔運動場 踢成1比1平手 入場人數創了暫時最低的一場比賽 入場人數是149人 對 第二場比賽 為何會這麼少人 另外一個原因是 因為同一時間 在大埔中 踢另一場比賽 即是 晉鋒和標準流浪 在青鷹杯分組賽的B組 踢成3比3 即是開大 這場比賽 有368人 即是扯了300多人 去了一個大埔 一個香港仔 你不可能 不要說去 要飛也不了 還在同步 這場比賽還未完 同一日還有第三場比賽 第三場比賽不是青鷹杯 10月8日就踢了一場竹總杯 南區在旺角場 對著香港U23 大勝6比1 這場比賽有427人 亦有TVB直播 到第二個比賽日 10月9日 李文在大埔運動場 賽和和庫大埔 即是和庫大埔 作客大埔 輸給李文1比0 有611人 另外還有青鷹杯的B組 第二場比賽是冬傑大戰 東方龍獅 在旺角場對著傑子 大敗1比5 入場的數 是今週最多人的一場 1591人 我們逐場逐場比賽 跟大家分析一下這幾場 雖然之前 我們也和大家提過 其實青鷹杯沒有什麼好說 但是偉大的竹種 一個星期內 有五場比賽 踢了四場青鷹杯 我們不說青鷹杯 還可以說些什麼 先說一場竹種杯 沒錯 這場竹種杯 剛才說過 南區六比一大勝 香港U23 這場比賽 TVB直播也有400多人 以往的場比賽算少 不過 因為同一天 在頭兩場 有兩場比賽 被拘捕 如果我要看港會 我要看進風 或者標準流浪 看完場比賽就出不來 那裡也有些影響 再加上TVB免費直播 這場比賽 老實說我也是看直播 因為看不及了 分不了身 我知道阿房 也看到U23的優異表現 也有些事情跟大家分析 優異表現 是吧 這場比賽 六比一大勝 就完全是無法踢 但是比賽的 二十多分鐘 都好像有些拉成軍勢 事實上都拉成軍勢 因為南區其實初團的壓迫力 就不是很強 可能都是看著離職 因為都知道 香港U23的防守 那方面 只要你把握到一兩次機會 如果可以一旦拉開了比賽 對面很快就冰霸如山倒了 這場比賽很好的例子 抗壓能力 以及他們整體的經驗 各方面的淡定程度等等 都真的 南區其實 如果你問我一場大勝的賽事 就很簡單 大家都會問 到底是贏球那隊 真的實力太強 還是輸球那隊 真的實力太弱 我想我們四個的想法 都挺一致的 就是 U23的表現 真的太弱 所以我也預備了十多二十張圖 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老實說 就不是矯枉過剩的 就是弱或者一群球員沒有經驗 這個是人所共知 但是也要點出 因為現在我們說的是職業足球 雖然職業足球之中 有多少是真的職業性 這個就大家自有自己心知肚明 但是也要點出來 在這個殘酷的職業足球世界 也要告訴大家 到底有什麼是做得不好的 先講一下戰術上的部署 香港U23就 都不是完全沒有一些新鮮的元素 我知道Billy一會兒都會有些想講 就是現代足球的小小的戰術的部署 就是那個傑子那場 這場其實 因為今天集中講是U23那邊 南區就遲些再跟大家講一下 他們的戰術的細節 但是U23這場比賽的 其中一個亮眼的地方 或者就是那個部署 就是左翼 看一下第一張圖 其實左翼就用了林樂妍 就是林樂琴的弟弟 謝利 其實他本身也是比較多時間活躍於中場中的位置 就不是一個邊路球員 所以當你看到開賽只是21秒而已 很自然地就埋在中場中路的位置 因為他是一個中場中的球員 擺在邊路 就順勢希望可以團重兵在中場 負責控球或者串連 然後其實這張圖也是 兩分鐘後 其實你見他隊友拿球 他也是埋在中間 希望拼一腳 或者是做過度的串送 下半場也是的 下半場初段你看到 左翼宋弘毅 已經是開到上來前場了 但是林樂妍呢 他如果是一個純正的逆風球員的話 就會在左邊 就是在邊線 跟後面的宋弘毅 做一個one-two overlap 或者是一些配合 但是他就埋在中間 所以有時候當宋弘毅 如果是拉邊的話 其實他前面就沒有很多 或者是很明顯的全球選擇 好了 那開始真的要入正題了 就講一下攻防兩邊 到底香港於二十三有什麼不足 或者是有什麼很明顯 很嚴重的問題呢 下半場47分鐘 16秒 當時已經在落後 其實他們有一些進攻情況 是去到對方的心臟地帶 但是譬如這一下 其實後場一個過頭球 陳家寶入到禁區裡面 但是你看到黃色有兩個字 就是 什麼叫要預計和要期望呢 就是其他的隊友 當見到陳家寶在這些位置拿到球的時候 你要期望 他可以有一個傳中球 或者cut back 是能夠埋到中路的 所謂的follow up follow up 就是要入禁區 他向前的意識 後上插入 但是 雖然我沒有辦法 卡到片段 因為是版權問題 我只能夠卡到 但是大家有興趣 可以去到這個中數 看看比賽的片段 和過程 最後陳家寶其實是cut back 是給到 輸送到到中路的位置 但是正因為他的隊友 沒有預計到陳家寶 或者沒有想過陳家寶 可以在這些位置 把球放在中間 你試想像一下 如果把球放在中間 其實南區 喂 中路是不是很緊密嗎 很多防守球員 絕對不是 所以你看到箭咀那個位置 如果有藍三的球員 可以跟進到的話 這個球 絕對有條件去攀平 好了 再看下一章 好了 這是開賽組段 我們經常講 強調向前傳球 這球球 其實當時 上半場 香港U23 就是有工作的 現在盧曉聰 就是圓形圈著那個 他有兩個選擇 黃色就是向後傳 傳給自己的中間球員 紅色就是向前傳 其實 我們經常強調 向前傳球 就是因為 其實他身旁 不是說很大壓力給他 可以轉身的 可以轉身 但是結果最後 他這一刻 就選擇一個穩妥的傳送 傳到後面 那可能 有時候在這些情況 就失去了先機 好了 接著呢 看看他的中場拍檔 郭子佳 這一刻 其實他是接應隊友的傳送之後 橫傳之後 是可以向前給到 你看到中間附近 19號那個就是林樂妍 你看到 只要你向前傳送的話 慢慢去 逐層逐層去推進 做一些滲透的話 是有權可以在控球 在腳的時候 做到一些實質的攻勢 再看看 這一球球 為什麼圈著郭子佳的頭呢 就是因為他在隊友 拿到球的時候 他的眼睛 已經在看著右邊 在看著前面的位置 所以你再看看 之後 當他接應到的時候 他就可以馬上 找到在他前面的隊友 那就不用下後都這麼被動 傳到他後面 好了 講完進攻了 講一些防守 粉紅色框框住的二打四 兩個南區球員 四個U23球員 當我們看到這個情況的時候 聊天 我們就在想 喂 在你部署防守上面 不能夠這麼容易 還要是人多打人少的情況下 被對面帶出重圍 結果 就真的被對面帶出重圍 你看看就知道了 好了 另一個防守的表現就是 57分12秒 當南區的球員在右邊發動攻勢的時候 禁區其實你留意一下 粉紅色圈住了三個南區球員 黃色圈圈住了兩個U23球員 當中要留意一下梁偉峰 因為作為中堅球員 或者就是左宗木舟 當他看到梁偉峰背後的號碼的時候 你就知道你已經出了事 沒錯 前輩經常在教路 見到數碼就輸了 見到數碼就輸了 為什麼呢? 因為你沒有後眼的 所以這球球還要去到尾處 其實陳洋彤是一個 搞兩個 因為他旁邊有一個南區球員 我勸不到給大家看 因為重疊了 還有就是李家耀也是剛剛進了禁區 所以如果全中球到的話 你的人數已經處於劣勢了 好了 還有的 真的很多 賀家亨這一球 上半場15分24秒 入到禁區 沒有可能在這些這麼危險 可以起到腳的情況 你看看方圓 最近他的U23球員 距離他有多少碼 我看到好像球證 畫了一個十碼圈給你 看不看得到圓形很漂亮 要離球十碼 那半圓圈畫得很漂亮 如果這個是一張標誌 你告訴我我我以為是佛球 然後你就會發現 黃色三圈圈住的五個U23球員 全部都是不知道在記錄誰 或者身旁沒有任何對手 就是戰術意識相當之差 是 好了 接著呢 再講講溝通的問題 36分鐘 46秒 南區左路的攻勢 你看到圈住了 禁區頂 看一看禁區頂 艾華和鄧賢尖的位置 艾華其實是正在衝進禁區 不如我們看看 兩秒鐘之後 艾華進入禁區 但是你會發現 其實所有圈住黃色圈的球員 U23球員 沒有任何大家在溝通的意識 基本上沒有動過 就是站在自己的位置而已 就是當你看到 還要是艾華 一個可能你前面最有震懾能力的進攻球員 正在進禁區 不單止沒有中場球員 是科老進去 而後防球員 或者就是 本身在禁區裡面的 你都應該叫著 艾華正在衝進來了 或者是你找人去招呼他 當然是拿奶茶咖啡招呼他 所以你會發現 我再的手 因為好像彷彿在這個畫面裏 只有彷彿錫留意到他衝進來 只餘下個球 其他更明顯 艾華真是鬼 只有彷彿錫看見 所以你會覺得 後防到底誰是領導 當然 在這隊球局中 你也知道 找一個領導 已經是一件很奢徵的事情 也是 又看一看進攻 當時下半場就中斷了 有些作出了換人跳動 57分鐘就換了三個球員 基本上是位換位 換了進來中場的李俊賢 其實他擺脫了對方幾個球員之後 打算差一個直線 奈何前面的兩個球員 竟然在走位上面 走了去同一點 我們大家踢球的話都知道 在進攻上面 沒有可能這樣走位 所以這方面都是意識 或者是你踢得夠不夠聰明 嗯,沒錯 好了,接下來 講完一些戰術 或者意識上面 決心你夠不夠呢? 不好意思 是不夠的 雖然我知道現在這一刻 已經是落後1比4 但是大家不妨留意 左中木舟 粉紅色圈圈圈著 拿到球 準備發同一致的攻勢 三秒鐘之後 他擺脫了對方的球員 黃色圈圈輕易 是輕鬆擺脫了對方的球員 然後就已經撇去右邊 右邊的隊友 再看看 這球是更加離譜的 謝劉軒 插直線上去前面 然後呢 一個人 在七秒內 你數一數就知道 擺脫了 是脫開了四個U23的球員 沒有任何人有意識追 或者是沒有任何人有決心去追 我真的看得很生氣 老實說 你可以輸 是 一比四我們全部都經歷過大敗 但是 一比六 一比六 但是 無論如何 你都不可以容許自己 就是 一個 兩個 三個 沒有人追 完全沒有意識 沒有決心 還有一下 來自尾段 如果你說謝朗軒 或者是 左中木舟是進攻型的球員 劉學銘又如何 作為一個中堅球員 他都按耐不住 在後面很空 悶啊 我看他最後上去頂球 是啊 就是這一球 你看看圈著他 結果 五秒內 他殺到禁區裡面 是穿過了六個U23的球員 然後他真的接應到 你看看 右邊全組 好像真的 是 所以 所以 如果 你本身 就是技術功底 經驗 已經不夠 你再輸了決心的話 我可以告訴大家 是 你是不可能 在今季裡面 贏到任何一場比賽 是 不過 就是 聽阿芳說了這麼詳細的分析 有一件事幫助一下 U23兜底 其實這場球 我們先講講對手 其實南區 只是踢回自己基本的東西 不是特別是很健康 踢到水人射地 純粹是對手不濟 不過 我自己覺得 剛才阿芳說他的漏洞 有很多時候 我感覺上 看了一場球 我不懂得這場分析 不過我的感覺就是 他們有心無力 就是我看到 這群球員 有一個很大的分析 狀態很差 或者體能 就是基本上 他有些 我不知道司徒sir 有沒有跟他們 就是剛才你所說的 大家看到的問題 司徒sir 可能都有跟他說 但是問題就是 我看到那群球員 好像在執行上 好像有點困難 尤其是 在上半場 明明可以追到 2比1 接近紀錄的時間 應該 在進程上 不應該有這麼大的落差 其實 去到下半場 輸下一球 輸下一球 其實你見到 鬥節的確是差的 不知道為什麼 輸到 去到 3比1 左右 我印象中 3比1到4比1之間 其實我看到 積極那隊反而就是南區 南區很想入多些球 想測數據 對 尤其是我看到 艾華和穆舟 剛才奧輝和Biddy都說過 阿蘇入了七球 即連這場球 五場球 就是入了七球 對 所以其實表現來說 其實U23 香港報歐 的確是 嘩 到這個刷數據的階段 其實 你要看到 南區 的確是 做回自己的基本 但是 U23的確是 比預期中弱得太多 上星期 我們做節目的時候 曾經狠批過進風的狀態差 竟然有一隊球 的狀態比他差 其實有一種低處 未算低的感覺 其實跟賽程 不是很密 我覺得不太關係 大家都差不多 在季初的時間 但是 為什麼大家都是 你也是這樣練 我是這樣練 其實U23的操練 我相信 無論是節數 或是甚麼 我覺得不會比一隊 港千聯棋的球隊差 要拿FTC上 有整個足種 去背景你 你要練 應該不太難度 但是為什麼會踢成這樣 這個 除了這件事之外 第二件事 就是剛才阿芳所說 就是那個 都對球沒有大佬 這件事 這個是一個 我都覺得是一個很主要的問題 就是 隊長的羅曉聰 做不做這個角色 我覺得是 還未做到 他就負責寫12碼 是的 當一些球員 好像阿芳 在場上 那麼多失誤的時候 譬如後方的失位 進攻的時候 走到同一點 這些要即時有一個 有經驗的球員 在球場上 渴住他 這一點 我分別在這個星期 在東方那場 看到有大佬渴住 是 在結智那場 我都看到丹欣勞域 是有任何的錯誤 立即學著那些小孩 去做正確 反而在U23這場 我們看了開季這幾場 球員有做錯 或者有失誤的時候 不是錯的 一定有失誤的 年輕人球員 但是沒有一個有經驗的大佬 即時去糾正他們 就導致在場上 很容易失下一球 有一球 失下一球 是連錯了都不知道 沒錯 這個我覺得對U23來說 對那群年輕人都很慘 我又不是說 你說他們沒什麼鬥志 我覺得這個是可以理解 在我的角度 我會嘗試去理解他 他為什麼而戰呢 你都擺明是 就是拿我來蹬腳的 我們這班就是連球會不夠人 都不會要我們的年輕人球員 就扔我們來這裡 對不起 說得直接了一點 我來到這裡 接著我看兩年 三年之後的球士 喂 你都看你U23在這裡 有表現 滾出去會有球隊要回來 你覺得未來兩年的球圈 會想要你嗎 是 我不如在這裡 多一兩年 找地方轉行算吧 對他們來說 他們就是處於一個尷尬的面 老實說 你想他們做到什麼 尤其是今年是22歲那些 我下年踢得好 都不能留在U23 所以我覺得 這個也是U23的一個K胎 我們那時候 他一開檔已經說 我們當年 香港08或09 你都說明是有個目標給他 即是你這班兒子 你在這裡踢得好不好 你都會知道08或09年 就是你的考驗年了 你是為了這兩年 那一年那件事 有個高在那裡 是的 U23 你是看著自己的死線而戰 即是我23歲之後 我就收皮了 很多人想 我懷疑23歲 我真的踢得好 我都留不住 外面又沒有人要我 那我不如在這裡 開心兩年 然後就離開 即是我不想他們 是這種心態 而且最慘的是U23 我怕他踢完這兩年之後 最大的進步是什麼 是臉皮 是 因為已經什麼球都輸過 他有什麼很害怕 出到去就是不怕輸球 即是將來 你以後大概 U23對於U23 一比十一 他都不會害怕 這個是可惜 尤其是今回合 我們大家都說 有港超十隊一起亮相 你要看到那個實力 懸殊到一種恐怖的階段 即是根本上 好像大家在踢一個 完全不同星球 兩三個聯賽的Lead分野 這就大問題 譬如我們一個星期 在說 譬如上一兩週 我們看到深水埗被人大炒 我們在罵深水埗 原來每一個星期 他都有一隊球 是踢得那麼差 總之每個星期都不同 這件事是幾可悲的 這件事 所以為什麼大家會覺得 甲組越來越好看 就是因為 你比較緊湊 大家的實力水平差不多 你超聯現在 其實你無論作戰的心態 節奏 技術水平 無緣無故兩隊是完全不同的 有時候我們賀水波 才能看到技術分野 現在每個星期的聯賽 你都看到了 一個節奏下來 對於23 你想想 我也不知道節奏出什麼人 去踢好 我是朱Sir 我不敢出單欣 對呀 真的很尷尬 老實說 我不停簽一些好東西回來 就對著這些 狼狼難聽 你真的對著一些 不合格的球隊 簡單來說 未夠班 不如那一場 借單欣過去對面 不要說落場踢 你只是他負責在場面 都好 是抹開幾段 所以 在這幾張圖 展示這幾張圖之前 我也跟大家預告了 不是矯枉過正 是想給一群球員 這一刻 技術水平還未夠 但是 就是想帶出這些東西 起碼讓大家知道 就算輸了 你的精神面貌 可不可以在決心上 各方面的意志 彌補 那你才可以 有機會 製造到一些 令大家驚喜的場面 或者是戰果 對呀 其實我剛才聽到 Wingo這樣說 他們的目標 其實我反而覺得 可能會不會是 球隊的人不夠齊心 大家都好像 各自為戰 我就純粹想自己 踢得好 所以就會看到 剛才的圖 只有龐卓希 一個是想踢 即是說 只有他一個看到喵 其他人就 那就站在那裡 是啊 或者其實我想 深水清的球迷 你會發覺 我不是點那六球球 那個 單防能力的心 因為如果你記得的話 譬如第一球 張俊軒 跟對面艾華 他是為了 保住那個球 包住那個球 輸過孤寒球 基本上以為出界 但是我呢 我時候想回 我又不會很怪張俊軒 因為大家都知道 張俊軒是集位球員出身 踢過中堅位 都是踢腳嚇出 因為沒有正宗的中堅球員 他才要踢下去 所以 在身體對抗性 未必是真的有一個中堅的材料 還要對著艾華 對著艾華 所以他這樣得輸了 我最多都可以說 真的 下次就可以證明了 可以證明了 可以證明了 不要太過冒險 不過Marco已經有幾球經驗了 其實短短看了幾場球 都拿了幾次 或者就是第二球 宋宏毅其實那一下 在哪一路的界鱈球 扔出來呢 他是欠輸了 我不會說 將這些個人犯錯 去無限放大 我反而就是想在整體戰上面 將他們演繹出來 不夠齊上齊落 或者就是在 攻守轉換之間 這些場面 呈現給大家看 沒錯 不過剛才Wingo說 其實現在鴿球也很好看 其實我想說 另一場青鷹杯的分組賽 就是港匯一比一 跟深水埗打成平手 其實這個戲碼 在兩年前都是一個 加強板鴿 加強組的戲碼 搬了上來 不過剛才大家就說 沒有大腦 這場球 看見深水埗很明顯不同 第一件事 就是找了偉大的風車sir 你懂得迷心 我現在心迷了 第二件事 就是他又簽了一個大腦 找了奧力師姐 整隊球的感覺上 真的馬上不同了 Billy 沒錯 郭Sir就是第一場 今場 叫做正式上場 已經立即獲得分了 有料到 因為郭Sir 其實除了他自己過來 以我所知 就帶來一個心理學的專家 Alex 之前跟他在台灣一起去 然後今次來深水埗也有跟進去 我跟Alex在賽前談過 他在心理層面 在輸完十比零之後 如何去輔導這班深水埗的兒子 他說 不可以立即要求他們 復原 復原很多 但最主要就是 要令到他們 球員與球員之間溝通 因為他都意識到 在前幾場 球員與球員之間 是溝通出現問題 是 我們看這場 好像見到球員 與球員之間 有溝通 聊天 之前好像我們這樣不和 是 我們之前也分析過 撕球之後 很多人是罵 撕球 沒有錯 是鼓勵大家 最簡單的 在這方面 做好一點 我看見這對球員 可能有 可能要回來的狀態 這樣 還有這場球 可喜的是 近期都表現非常好的港會 感覺上 季初這幾場球 給我們感覺到 很硬正 這對港會 不是在以前的 大台客魚腩 只會輸給傑智 就是 其他跟他差不多的等級 你要贏他 中下游 即是 他是下半版的黑馬 下半版的殺手 即是基本上 即是我現在心想季初 估計的第七 你皮的七都少 即是有機會再高一點 你保守得多 上個星期 上個星期 我們都要點名讚華Billy 雖然現在未完 港會可能都會跌下去 但是暫時來說 以他們條件上 應該不會是爆尾 我還不知道是爆尾 都很難爆尾 現在的走勢 這樣的分數 即是你看到幾對這樣的環境 即是基奧又入球 即是 然後阿房很喜歡的李小行 又搏到十二馬 即是保時階段 其實港會也有機會贏這場比賽 只不過是奧力斯 立即做到第一場 即是保時階段 救了十二馬 就幫深水埗在青鷹杯分組坐 拿回一分 我又覺得這個 我不知道是不是郭Sir帶來的奧力斯 即是這個交易是否他去 我覺得有關 是否他交易回來 是的 我覺得多少都有些關係 因為其實很大的問題 其實本身沒有奧力斯之前 深水埗有四個籠 四個籠 這五個 很明顯是有些問題 才找第五個籠 是 大家都知道 其中一個阿土 你都知道是甚麼問題 阿喬叔 阿喬叔 即是他去到哪裡都出問題 我都不知道 關不關你的事 還沒拜託 是的 不過anyway 其實我覺得這件事 其實簽過好的籠門回來 這個真的很重要 因為你至少 你能夠給後防一個信心 是 之前是你無論幾個籠門 即是這麼說 他帶上來的幾個籠門 都沒有超聯經驗 除了阿喬之外 其實你說失波 難怪他們多少 其實他跟後防一齊震 就只會很難 但大家都知道奧力士 其實來了幾年 在流浪都經常有神勇演出 他自己本身是個教練 他不只是一個籠門教練 他其實是長驅教練 他也有教 其實我覺得他幫到國家 在現場真的可以給到一些信心 提倡 立即是大佬 給到信心前面 因為你說深水埗 真的要說到大佬羅力威 羅力威 羅力威 羅廣威都在前面 他顧不了那麼多 你變成中後場 不過廣威也不是這類型 大佬那些 是的 你說中場就算是隔壁 他也不是一個很喊著提搶型 所以你找到一個這樣的大佬 站到最後的位置 其實有好像那時候 舒米高的角色 最後立即比上舒米高 不過我覺得奧力斯很適合 踢這些藥隊 是的 而且他不求財 這個就是重點 大家一拍即合 深水埗羅力威 他求的 不過沒有人可以給 沒有人肯給 我覺得奧力斯在香港這一刻 其實他需要的是人家的認同 因為他說 他在流浪 沒有能力站上第一 為什麼不給他 當然流浪自己考慮 有自己的政策 有自己的政策 奇怪的政策 不過你去到奧力斯的位置 就是 錢你給不到多少 是 是 他走過Catwalk 踢兩次 早上都已經在那裡 那不如我就拿一個 我就跟你最弱的那隊 弱隊出龍門 我就讓你看到 立即第一場 撿一分 他一定有分 救了球十二馬 還救了兩球球 所以我覺得 這一個就真是 一個漂亮的籤 我挺期待 郭Sir再撿一撿 可能到季中的時候 再多一兩個 有實力的外援也好 其實這隊深水埗 應該可以力玩狂懶 還有奧力斯 今年是這樣 對下年就不同了 即是他下年的時候 他就夠其入籍 到時會不會變成 保羅2.0 大家就明白了 到時就搶手 是不是石門聯 又會搶他 現在就說 當年是外援 到下年入籍的話 就隨時成為搶手貨 其實老實說 如果以港超聯的龍門來比的話 我甚至乎我覺得他的表現 還有那種壓長感 他比阿輝更強 他不差一個保羅 我差不多覺得他講笑 差不多是最好的龍門 其中一個 他又有高度又有型 我們作為記者很喜歡拍他 因為他很有型 其實他有壓長感 所以其實深水埗很適合他 尤其是那些弱的球隊 很勉強一場球 都有機會給你表演 後防這樣 而且輸球也不關他的事 老實說 你失球一定 九成除非是牛油手 奧歷斯相對少 我覺得他們派交的事 其實香港這麼多年 他還有那些 他反應很快 所以他一定有鏡頭 是有時候 嫌他可能落地慢 即是下三路 高是這樣的 不過沒辦法 很難 是彈地球 好像以前的家夫李 是 還有特別提一提 這場球有入球的廣威 廣威就入了開齋球 他就在Facebook上出報告 十年前他代表深水埗 入球迫和南華 十年後就入球迫和港會 希望一個好開始 是的 希望一個好開始 好像有點隱喻 作為前鋒入球 增添一些盡心 其實我相信 我們很期待郭Sir 可以帶一些新的面貌 給深水埗 就是 最重要他的那種 我覺得他還未發揮到 他的那種感染力 其實深水埗最需要這些 老實說 我們要多看兩三對深水埗 或者U23 真的不好 希望有一對球 可以讓我們有一種希望 不過說到郭Sir 就是 新面貌希望他 給多些信心 這對球隊 在態度上會逐漸提升 但戰術上 其實這場球 我都可以看到一些改變 首先就是泰亞高這個球員 就是 過往幾場 我們看到第一場 對著港會 九月那一場 也是港會 出了之後 就一直在後備 為什麼呢 我們都不知道為什麼 難得有一個外援 但是這場 一回來之後 郭Sir一上任 立即給他正選位 給他正戰頭 這場其實 看到泰亞高 也有些機會埋門 羅國威就打到左路 其實 收回陳皓 之前打幾場正選的陳皓 但是 也看到有一些分別 起碼泰亞高是做到一些入攝 是有些作用的 他是有速度 有些射術 只是看你怎樣用它 而你說要他打一個儲彈 他當然不是那些球員 不是基奧那類球員 但是你要去一個入攝型前鋒 類似肥棒 其實他都有他的作用 我覺得 所以其實整隊球 只有一個鬼都不用 搞到那些 有很多球迷 或者港球 還以為深水埗 全隊沒有外援 那就真的要做一下功課 或者聽回我們 跪前的 這個港超的前瞻 另一件事 我期待 國家樂 調教的事情 就是對於進攻 年輕球員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港超經驗的 進攻球員 的調教 因為當年你想回 在元朗的時候 譬如有一些 李愛軒 李愛軒 鄧之鋒 那些相對 沒有踢過都可以 誰來的 或者就是張文樂 張文樂就不是年輕人 如果大家檢查就知道 世界豪低的手 就是相對比較缺的經驗 但是怎樣鼓勵這些進攻球員 發揮自己的小宇宙 有這樣的勇氣去過關斬仗呢 其實深水埗 我們跪前做前瞻的時候 有一堆球員 正正就是這一類的 排面上是這樣的 就是黃天朗 黃正陽 等等 其實我們相對 很陌生 是誰來的 但是不妨留意 因為我現在講了精英杯 難道講來講去 都是羅廣威這些 全部的異屬能場 就是要點名 講一些 或者介紹一些 真的相對 大家球迷 比較陌生一些的年輕球員 沒錯 不過精英杯 我們不講形勢 贏了輸了和了 不要說我們的球會 都不在乎 我們純粹看看表現 還有一個新球員 史蒂芬 對 我們認識那個 支持在南區那個 沒錯 就是 敵恩的兒子 敵恩的兒子 對 今場就是正選中堅 抬著閻啟華 其實剛才說了 我們期望深水埗 好的地方 但是其實 下跌我也想說 其實閻啟華的狀態 就是真的很一般 我覺得 這個也是 郭Sir的舊將 之前在元朗沒有重用他 是 這場 郭Sir第一場回來 都擺盈啟華打正選 但是 盈啟華很明顯 那個體力去到後段 真的相差很遠 你看到他 有幾下 即是輸十二馬都是輸他 是 有些解圍 甚至都沒有力解圍 港會進不到球 是他們不幸運的 其實 港會是絕對有機會 把握閻啟華 體力下降 去多入一球 很大的原因 就是閻啟華 基本就不是一個全職球員 其實我覺得 那他有 訓練量的問題 是嗎 你不是全職球員 你要回到另一份工作 你回覆的問題 作息時間 作息時間 那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希望 看看深水埗 這個中堅位置的問題 可以怎樣再調教得好一點 再強調多一次 我是不認同 即是明白這個時勢 但是 等於我們經常說 有球員去做評審員 我絕對不是 閻啟華不是一個好球員 只不過他的體力 真的應付不了一場職業球賽 四個字 如雨紅掌 即是兼顧問題 是啊 即是等於我一再強調 我覺得你做主教練 或者做足球員 現役的足球員 是不應該分散他做評審員 即是聶敏 不應該做評審員 不應該做評審員 助教也沒有問題 因為在德甲 你聽到就知道 德甲其實科隆的助教 是有在當地電視台廣播 我覺得助教相對影響力比較小 但是主教練或者球員 我就不認同 不過這些不用開名 大家都知道誰 今天最後一場球 就是晉� 晉� 3比3 就踢和了這個標準流浪 有3比3 這兩隊球 你買硬入球大 都真的沒有輸 還有3比3 這個球膽 已經開了幾次了 已經開了幾次了 即是那個入球 其實兩分鐘 Jesse余在賢已經打開紀錄 你已經預計到這場球 應該是一場大手交易 尤其是這兩隊 其實他們的後防都相當性格 都相當性格 但是晉� 但是晉鋒3比3 就踢和了這個標準流浪 這兩隊球 你買硬入球大 都真的沒有輸 還有3比3的球膽 已經開了幾次了 即是那個入球 其實兩分鐘 Jesse余在賢已經打開紀錄 你已經預計到這場球 應該是一場大手交易 尤其是這兩隊 尤其是我覺得 無論是流浪也好 或者是晉� 其實他們的後防都相當性感 其實他們的後防都相當性感 所以為什麼很多時候會有這麼多入球出現 還有晉鋒 經常給我一種感覺 即是他這隊球 好像有一種有前沒有後的感覺 即是他不理會我後面輸多少球 我一開始球 我就想攻 那種感覺 其實流浪也有類似這種意味 當然 今年的流浪 就比大家期望 就是前半板 所以 對他的要求高一點 其實上半場 流浪也很快地憑著 Jesse 余再賢和諾仔 劉思樂 會可以到 其實上半場領先三比一 其實我預期下半場 應該繼續來四五六 下半場 我以為是咬著吃 即是馬上換人 沒錯 其中一個大家的焦點 就是Fat過 沒錯 名宿復出 終於就換他出來 大家看了訪問 都見到 有老闆也走出來為他護航 其實都是想不要抹殺球員 希望受到挫折 但也奉勸一句 其實機會不是經常有的 大家 尤其Fat過 就很好把握珍惜這些機會 即是沒有幾可有老闆走出來 為你去說航 希望他好好珍惜 其實他後備下來 表現都中規中矩 不知是否近期是小踢 狀態普通 我覺得輝輝說 就是老闆給他機會 但我覺得他這場 不是很把握到這個機會 即是半場下來 很明顯狀態未夠 很多散步感覺 尤其是塞兩球 你看到他不是一個防塞 即是他打一個防塵位置 但最後塞兩球 他是沒有回防 他是散步式回防 我覺得他有少少辜負了莫生 決心 唯一可以說就是狀態差 但比我們看到有些鬥心 有些激動 就會好些 最後就被班捷文 即是班安德文 這場的焦點 這場焦點 其實他入球之後 大家就立即找回他 知道究竟是誰來的 其實我記得早兩三場比賽 就拍過進鋒 有一個後備 為什麼有一個女球員一起跟著 沒有理由 就算練一下球 也可以玩一下球 但沒有理由你可以在後備直 一起操練 問了很多人都不知道他是誰 直至上一場球 終於有進鋒的職員告訴我 其實他是一個男人 還有剛剛新簽的球員 這場球完結後 大家就抓住他訪問 再加上他不只追回1比2比3 去到3比3的球 都是他助攻給Jordan 在保時街的一段入球 Jordan就開齋了 其實賽後就有很多人去討論 究竟這個班捷文都不錯 會不會是本地球員 大家看到一些鬼仔 就很自然想 會不會踢到香港隊 很多這樣的問題 尤其還年輕 還有最神秘的地方 就是班捷文他加盟進鋒 加盟進鋒的日子我不敢說 加盟進鋒的日子我不敢說 但是第一次出現在球隊的大名單 就是在第二場 那時候作為進鋒的支持者 天至第一號都不知道是誰 我也沒有意義 因為其實社交平台沒有公佈過 沒有宣佈過 哪個球員加盟進鋒 是沒有的 所以是蓋得很近 很神秘 但是也不知道他是誰 但是呢 甚至踢什麼位置也不太清楚 除了有些可能有跟進他 他以前在青年軍 傑志 我真的沒有跟進青年軍 不是跟進泰族 所以我也不太清楚 但是這場可能真的 見到一些功夫就是 還有始終是年輕的Winkle 可以憧憬的空間 也很大 可以叮的空間也很大 那也是潛力鼓 其實我今天也有找過可sir問過 因為看到有報道說他之前踢過 傑志青年軍 亦都是英籍球員 到底他什麼事 我問他 從哪裏找回來 當然他一定是在傑志青年軍 踢不定 或者可能不合不適合 就來隊 被進鋒看中了 但其實他本身現在是拿著英國護照 我問過可sir 暫時來說他現在加盟進鋒 都以一個外援身份 因為人家也是第一場球 踢頂級聯賽 都不知道你香港的職業賽事 是什麼環境 又不知道你的前景是怎樣 所以暫時還是一個觀望的態度 到底之後會不會放棄他自己的 所謂英國護照 或者應該不是BNO 我不知道他是什麼政見 總之英籍 可能是BC 到最後會不會放棄 入籍成為香港的本地球員 那就要稍後暫時 第一場球就不要懂得問這些 等於你等下看到一個女生 你問他 以後我們結婚後住哪裏 對呀 直結婚後住哪裏 即是說你拍拖不夠一個月 你自己已經跟人求婚 不是吧 嚴不嚴問 那簡直不是問 即是說以後我們生幾個 即是那些 不過這個也是受惠於今年的外援政策 是無上限註冊 球隊都可以看送食飯 先簽了 先註冊先 看他的樣子都是出場費 都不會有 你不要看 流浪今季都養過七個外援 對呀 第七個外援 簡古爾今場都有上陣 我真的很想了解一下Villy 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他的理歷 理財 是的 這樣的辦法怎麼用七個外援 你怎麼說世界第十大奇蹟 就是這個港超流浪的五餅二餘 那五百萬七百萬 永遠都可以撕到幾個外援 除了簡古爾之外還有韋健豪 然後再次加盟 第二度加盟標準流浪 其實感覺上流浪才是無限金錢的金主 對呀 你怎麼找到那麼多不花錢踢球的人 很厲害 除了人物網絡之外 每個談判技量都很重要 對呀 當然了 他的肌肉一定很厲害 就是他的球譚 你看 真的 找到那麼多 喂 先踢住吧 我們有茶餐 還有那個南美的支線網絡 很闊 是的 如果你記得的話 神經病的 你遲些可能引入古巴外援也不奇怪 古巴還未到南美的 就是委內瑞拉那些 可能有個A準專門討論那些北阿西那些貴的 可能早兩年貴的就去了飛馬 便宜的就在我們那裡 不奇怪 找私家偵探查他 不過精英盃也要講一下一些年輕球員 其實兩邊都 進鋒那邊我稍稍有點失望 就是沒有出一些 今年在預備組提升出來 沒有什麼U23 就是U22的球員 是啊 因為上一集 我和你做的那集 你也聽我說 很想見一下一些 譬如在社交平台出那張照片 對於精英盃這張 當然是雍家熙 但是雍家熙今場沒有在後備 不知道是否傷了還是其他情況 但是譬如你說周瑞宏 歐陽浩銘等等球員 其實都沒有出 是有出班志文 楊憲樂都不算 因為去年其實楊憲樂已經在陣中 所以都不當他今季提升上來是小將 所以其他那兩個球員 上來的球員就沒有怎樣上陣 在精英盃我覺得又有一點失望 看不到他們的能力 那劉浪那邊呢 除了簡古爾之外 其實幾個球員都上了陣 即是精英盃 陳耀賢 馬文正 你都見識過他的 在第一場對著U23 香港U23的能力 呂卓勤也是上年在東方 你都證明過自己 茂迪賽事 所以 Jesse已經證明了自己 他也是合資格的精英盃球員 他只不過是21歲 今場是一入球一做功 表演得很好 不過也跟一些不太看劉浪的球迷說一下 你留意到 劉浪踢青英盃和本身 踢回聯賽超聯的時候 可以是差不多兩對球 即是他們踢青英盃 真是出年輕人 即是他們不是 他不像其他球隊 把口就說出年輕人 他們真的出年輕人 不理會贏或輸 所以其實可以看到他們是兩對球 去到聯賽 進鋒可不可以跟他三比三呢 即是會不會是六比三 八比三呢 可能是這樣 說多一點 上個星期那一集 他們又說進鋒 好像今季 有一件事進步了 就是幾次落後 他都可以追得和 今場也是 今場也是 好了 上次過你說的正面 但是開始你會感覺到有些落味 就是為什麼次事都會失球 如果大家有留意義甲那邊 烏甸尼斯就是近期一個 意大利的進風 因為烏甸尼斯 還是港超烏甸尼斯 港超烏甸尼斯就是進風 因為烏甸尼斯 你看回對上四 意大利的進風 只是起阿朵而已 你看回烏甸尼斯 烏甸尼斯 烏甸尼斯近期的比賽 很多時候都是先落後 他們比進風的厲害 他們先落後有幾場球 都是可以最後反級的 但是進風是做不到的 不過 這就是值得大家關注 或者教練團隊關注 就是 為什麼你長長都要追落後 是不是代表你一開始的排陣 或者部署上面 錯了 然後你要修正 所以這件事 就真的要計算 我想進風最糟糕的 就是前面的進攻點 真的很弱 廢利普沙之前不落後 他現在好像 好像是廢利普薩FC 整隊球 他只要被標準 我們上星期也有說過 他健康的時間 對下游球隊還可以有些表現 對著李文傑智 對著高大哥的時間 還可否這樣 就是一個問題 尤其是你見到 Jordan Lamb 林沃勤剛剛叫做復出 很久 希望他入了球之後 增強信心幫忙一下 否則 你長一長的球 都要靠廢利普薩 就真的挺大件事 隨時啞火就追不到 不過可能進風也積極 在想這個解決方法 因為那天我去看三星 那天我去看三星對郭士堡的時候 就看到可sir 可sir自己對球都不看 就看三星 那天因為進風也有球去踢 就踏時間 我看到可sir很勤力 在製造紙 不知道在寫什麼 究竟在看三星球員 還是郭士堡的球員 還有一個可能性 郭士堡也留意 還有一個可能性 是五人足球 他是在研究一些潛在遇上的對手的實力 我不知道 純粹我都沒有問他 我也不清楚 總之這幾場球賽果 我就不是很意外 我看到其實 唯獨是 你說南區大炒U23 以表現我覺得U23 這場球輸得很少 其餘的就是 港會和深水埗 我就恭喜深水埗 終於先指一血 不會再大敗一場 進風和標準流浪 就是超級有娛樂性 其實這兩對球挺好看的 即是他的感覺 永遠都好像不太理會賽果 總之 看到這個配合就知道 嘩 又有好球看 一定有入球秀 你不會悶 3比3 5比3 你不會悶 0比0這個球膽是很冷 實在我也不太記得 進風上次0比0是幾次 是很少 至少會失球 流浪也是差不多 對 流浪也是有少少前面入球補後面的感覺 幾南亞其實停完賽未 跨櫃應該也停完 停不夠了 不過暫時還未出 不知道是否留回 秘密武器 留回對上緣才可以 不過那句還未是聯賽 流浪現在還未是最強陣 不過其實我講漏了一件事 下場球對港會 不知道是否聽不聽 我不知道 現在的港會可能真的要出機南亞 對著李小幸 你也要出來頂頂 剛才說漏了 其實班哲文 我自己看回精華 我挺欣賞這個球員 就是在追成2比3的那一球 他入球後 只有他一個追著別人的龍門 搶回球 開球 這個鬥心 接著他就助攻 這個鬥心 我覺得對這個球員 我都隨隨地褲 這麼快 立即迷班 又來 又來 你會不會成為天智第二進風球迷 我們有代表 有阿芳也代表 你繼續迷這個迷心 三星 三星 你心水寶 我現在都是長追國家樂 好 這一節我們就講到這裏 剩下星期兩場球 我們下一次再跟大家講 我們之後再見 拜拜